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五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十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一 连续工作 连续睡觉 像骆驼一样 吃喝一次就生活几天 这就是城市里的睡眠骆驼 睡眠骆驼大多是城市白领阶层 他们从事的行业千差万别 但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较复杂的职业技能 较高的收入等特点 二 调查发现 丈夫在家里撒娇的频率甚至超过妻子 男人在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强悍的角色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在本质上 男人和女人一样 都有脆弱的一面 他们像孩子一样撒娇 是让女人明白她的难处 三 对于载客飞机来说 飞机的大小和安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用飞机型号来判定安全性是没有意义的 但不少人在选择搭乘的飞机时 还是认为小飞机不安全 非大飞机不坐 非新飞机不坐 对小飞机的恐惧成为一种强烈的普遍形态 四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工作 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 他们在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 容易导致心理发展异常 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五 超过95%的小孩认为 父母常常不履行承诺 专家认为家长如果经常不信守承诺 会让孩子认为自己不被家长接受 从而对家长缺乏足够的信任感 沟通的欲望自然减少 这也是出现家庭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银行经理的助手对经理说 我觉得您根本不信任我 经理说 怎么会呢 要知道 我甚至经常把保险柜的钥匙 就留在我的办公桌上 助理回答道 没错 可他根本打不开保险柜 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身体暴力 还包括精神暴力和经济暴力 不少女性因受丈夫的侵害 几乎丧失了自信心 如果丈夫整天骂妻子丑 妻子的精神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同样构成家庭暴力的恶果 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成功标准 越来越物质化 人们拼命工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 许多收入中等甚至更高的人群 在物质需求满足后 发现其他需求都未满足 就会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感 成就感 九 人在青少年时 与母亲关系越亲密 成年后与恋人相处越融洽 家长是孩子的榜样 如果孩子与父母不太亲近 他们成年后也不太可能 模仿与父母关系中的积极方面 其中 父子关系造成的影响 不如母子关系 这与孩子和母亲接触较多有关 十 指纹是人类手指末端上 由凹凸的皮肤所形成的纹路 指纹能使手在接触物件时增加摩擦力 从而更容易发力及抓紧物件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指纹由遗传影响 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 所以指纹也不同 十一 餐厅里 王先生对服务员说 请问 你们有电话号码本吗 我想查个号码 服务员回答道 很抱歉 我们这里没有电话号码本 不过我倒是可以把意见本拿给您 您可以从上面找到我们这个城市 几乎所有的居民的联系方式 十二 每年的寒暑假来临 中国各家航空公司都会推出邮寄儿童业务 这项业务针对的是 年龄满五周岁 但不满十二周岁的 没有成人带领 单独乘机的儿童 一些家长没时间陪孩子度假或探亲 这项业务既方便了家长 也节省了交通费用 十三 小镇的加油站打出一块促销招牌 在本站加油者可获赠一张小镇地图 小赵加了五块钱的汽油后 向加油站索要地图 服务员说 凭您加的那点汽油 去的地方我只给您看就行了 十四 每个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 而别人看到的只是外表 所以就无法亲近你 读懂你 就像读懂一部小说 要了解作者写作的心情 和写作背景的一些情况 才能更深入地读懂这部小说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十五 做事情只要尽力即可 结果未必重要 就像鸟儿在天空中不留下任何痕迹 但它已经飞过 结果不一定能让人满意 但其中努力的过程才是最可贵的 只要拼搏了 努力了 就无愧于自己 我们的人生 便是充实的人生 有价值的人生 第二部分 第十六到三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十六到二十题 当您逐渐成长为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时 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央视 自主创业呢 其实 我在2005年从美国回来时 就不太想回央视了 那时就已经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 在美国 我已经看到了电视行业的下滑 应该说 电视会一直存在 但观众的年龄会逐渐老化下去 这会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009年4月份 我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接受培训 萌生出一个CRC的好点子 这个点子让我觉得自己非做不可 就是类似淘宝那样搭建一个平台 让网友在虚拟空间里实现自由交易 只不过交易的不是食物 而是精神产品 经验和智慧 创办优弥网有风险投资参与吗 还是白手起家 优弥网的启动资金没有任何风投 主要是靠我自己的多年积蓄 还有向朋友们借的一小部分钱 离开央视自己创业的消息 刚在圈内传开 有意提供投资的 有意投放广告的单位或个人 就已源源不断 从离职到现在 主动找到我 谈投资这个网络电视平台的风投 大概有七八家 我从中选了一家 目前正在洽谈合作 融资一切顺利 不久后应该就会有消息 创办优弥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困难的是电视团队和互联网团队的融合 这是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 要把它们变成一个团队 要花一些心血 主要还是一种工作习惯和职业习惯的不同 做互联网行业 以应变心态为主 而电视团队的工作习惯 则是设定一个目标后就基本不变 这有思维方式的差别 拍卖名人时间 下一期何时推出 拍卖名人时间 隔一段时间再做 不能老做 并且选出的人一定要特别有意思 不光在一个时间段很突出 而且他的理念 要长期持久地存在优势的这样一种人 比如史玉柱在营销和投资上 是特别厉害的 我再找一个这样的人 这是一次性的买卖 以前来看 效果非常好 史玉柱拍卖了189万 当然 钱全部给希望工程了 跟我们的盈利没有关系 只是说 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让大家关注幽迷惘 16 女的为什么要选择从电视台辞职 17 女的创办的平台可以交易什么产品 18 女的创办优迷惘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 女的创办优迷惘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 19 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0 关于拍卖名人时间节目 下面哪项正确 21到25题 王总 您好 之前您做房地产行业 为什么突然想到来做电视这一行呢 是不是做腻了房地产 因为做了18年的房地产 主要是做小户型 倒不能说做腻了 这当然跟我的经历也有关系 我没什么本钱 我感到这是我的宿命 我专门做人家不做的东西 包括小户型 小银行 现在的亚市 那两个是小 亚市不小 但目前的情况是弱 我专门做弱小的东西 人家不做的东西 有媒体评论说 您在房地产市场玩得很赚 但可能对于电视行业来说 还是一个外行 您有信心把亚市扭亏为盈吗 亚市可能只有外行能够把它扭亏为盈 为什么 亚市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就像腾讯这样的新媒体 它要往那边转 所以过去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适用了 一要往新媒体转 二要可能是要往整个亚洲方向转 真正像它的名字一样成为亚洲的电视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目标 就是20年做成亚洲的CNN 或者严格的讲 没有 德字就是亚洲CNN 您刚才也说 亚市会向新媒体方向发展 它现在有没有存在一些问题 需不需要一些改革 需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肯定的 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革 不然 无以达到这个目标 不管是亚洲CNN也好 还是向新媒体转移也好 我的观点就是 谁赢得青年 谁赢得市场 谁赢得市场 谁赢得未来 所以亚市未来主要的受众 应该是针对青年 谁赢得青年 谁赢得市场 谁赢得市场 谁赢得未来 我过去在做非常男女的时候 就是这个观点 珠三角是亚市未来的 主要发展地区吗 珠三角一亿人口 是最富裕 最有活力 最有商业头脑的地区 但是亚市过去关注不够 据说 您还要开设普通话频道 对 您曾经说过 对于香港的电视媒体来说 转型跟方向 比金钱更重要 是吗 对 现在人人都说 亚市有点财政困难 因为不注资了 人人都说 钱好像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 对亚市来说 钱不是大问题 如果钱是大问题的话 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之前的股东都成功了 个个钱比我多 名气比我大 为什么还会不做呢 关键是 每找到一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所匹配的方法 以及跟这个方法 相匹配的人才 21 男的以前最主要的经营方向 是什么 22 关于男的入主 亚洲电视台的决定 下面哪项正确 23 关于男的的经营策略 下面哪项不正确 24 男的认为 亚洲电视台 目前最欠缺的是什么 25 男的最想抓住 哪部分观众 26到30题 今天我们要和蒋总一起 分享一下他的商业人生 每年的7月 高考都是一个热点话题 您当年高考是落榜了 之后 你是怎么选择了修表这个道路 其实我是想读大学的 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大学老师 教授 我从小就怀着这个梦想 而且成绩是非常好 我小学到高中最差的时候 也是学习委员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 当年英介生考上大学的 大概只有2% 很多学生 后来在复读的 有考上的 我就去修中表 因为修中表是一个很好的手艺 像农村以前的理发 木匠 建筑等等 都不错 再加上 我哥哥有这本手艺 收入很高 因此 我就喜欢上了 我就去修中表 你觉得一个人要创业成功 或者说青年人要想创业成功 性格当中 哪一方面的品质最重要 机遇 天赋 友善 诚恳 努力 当然 因素还有很多 最重要的呢 最重要的就是努力 远东控股 现在涉足电缆 医药 地产多个产业 很多民营企业 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就是多元化 你有什么窍门没有 其实多元化和专业化 都是有风险的 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你利用这些资源 把握这些方向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实际 也就是任何时候 都要有一个度 当然 这些前提一定是在 手规手法的前提下 否则 你就置企业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你作为一名比较成功的苏商 能不能评价一下 苏商有什么样的特点 苏商的特点 一个是能吃苦 另外有理想 再一个责任感强 再一个是奉献精神 冒险精神 都是具备的 这些确实是苏商的共同点 你觉得苏商跟浙商 有什么不同点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不同的地域文化 培养的人 多少有点不同 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和比较 浙江人的冒险精神 和风险意识 可能比我们江苏更为明显 另外 他们抱团的意识 更为明显 这一点 可能是有互补的地方 需要互相借鉴的地方 26 男的从小的理想是什么 27 高考失败后 男的选择了什么道路 28 男的认为 年轻人创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29 跟江苏商人相比 浙江商人有什么特点 30 对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男的是怎么认识的 第三部分 第31到50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31到32题 一个青年来到绿洲 碰到一位老先生 年轻人问 这里如何 老人家反问 你的家乡如何 年轻人答 糟透了 我很讨厌 老人家接着说 那你快走 这里同你的家乡一样糟 后来 又来了另一个青年 问同样的问题 老人家也同样反问 年轻人回答说 我的家乡很好 我很想念家乡的人 花 事物 老人家便说 这里也是同样的好 旁听者觉得诧异 问老人家 为何前后说法不一致呢 老者说 当你以欣赏的态度 去看一件事 你便会看到 许多优点 以批评的态度 你便会看到 无数缺点 31 老人家回答的依据是什么 32 本文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33到36题 音乐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调味剂 听音乐也是养生的一种好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怎样用音乐 让我们自己快乐起来 由于每个人的性格 爱好 情感 处境不同 因此 对音乐的喜好 选择也不同 在进行音乐疗法之前 首先要选择 符合自己性情的音乐 并注意平衡性 就像食物中 蔬菜 鱼肉 水果 豆制品等营养成分 要合理搭配一样 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性 即音乐的音与阳 静与动 强与弱等 职业不同的人 选择的音乐 也应不同 在人生顶费的 股票证券公司中的 从业人员 最好选择 没有歌词的轻音乐 在震耳欲聋的工地上 或机器喧闹的工厂中 工作的人 最好倾听 雄壮的古典交响乐曲 在静谧的办公室 殿堂里工作的人 最好倾听轻松的流行乐曲 此外 情绪不同的时候 选择的音乐也应不同 精神状态不佳 情绪低落的时候 应该选择明快的乐曲来倾听 当你的情绪被激怒 或充满敌意时 应选择轻松的乐曲来倾听 被解除情绪压力 除了选听古典乐曲 交响乐曲 流行歌曲以外 选听爵士音乐 摇滚乐 合唱 男女对唱等 都有一定的效果 个人的爱好不同 选择的标准也不同 但是 音乐疗法中的乐曲选择 需符合以下两个标准 第一 低音厚实深沉 内容丰富 中高音的音色 要有透明感 像阳光透射过窗户一样 具有感染力 第二 音乐中的三要素 即响度 音频 音色 三个方面 要有和谐感 第三 音乐疗法要特别注意什么 三十四 在工地上班的人 应听哪种音乐 三十五 情绪低落时 应选择什么类型的音乐 三十六 本文主要介绍了什么内容 三十七到四十题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像售货员 服务员 在工作中 经常被迫微笑 这种微笑 多是在 有违自己意愿的情况下 做出的 如果长期习惯这种假笑 则对健康有害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查普夫教授认为 伪装对他人亲切友好 会导致人们产生沮丧的情绪 压力倍增 从而使免疫系统受损 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这种压力 长时间得不到释放的话 会使人患上高血压 或心血管病的危险增加 这是研究人员经过两年研究 对售货员 空乘人员等在内的 4000名志愿者的行为 进行分析后 得出的结论 研究者 做过这样的测试 将一些志愿者 安置在一个模拟的 呼叫中心里 并遭受到客户的虐待 让其中一些人 在受到客户的辱骂之后 允许反唇相机 另一些人则被要求保持克制 还必须对顾客 毕恭毕敬 结果证明 那些可以发泄 自己不满情绪的研究对象 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 心跳很快 不过随后即恢复了正常 而那些 必须对挑剔的客户们 笑脸相迎的人 在对方电话挂断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仍然心动过速 结果表明 违背意愿的 保持友好态度 只会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 通过本测试也提示 人的情绪 虽可控制 但要长时间的克制 却很困难 从健康角度看 有时 适当发泄不满情绪 的确 比总是压抑着 且还要做出笑脸好 这项研究意义还在于 服务行业应当给予 从业人员更多的尊重 没必要把微笑服务 当作一项苛刻的硬性指标 只要当事人工作认真 态度积极 胜任自己的工作就行 另一方面 作为上帝的顾客 最好 别把是否微笑 当作服务质量好坏的 唯一标准 37 被迫微笑 有什么害处 38 保持克制的志愿者 挂完电话后 有什么反应 39 关于本次试验的结论 下面哪项正确 40 关于作者最后的建议 下面哪项不正确 41到43题 心理学家发现 在红色环境中 人的脉搏会加快 血压有所升高 情绪兴奋冲动 而处在蓝色环境中 脉搏会减缓 情绪也较沉静 有的科学家发现 颜色能影响脑电波 脑电波对红色反应 是警觉 对蓝色的反应 是放松 自19世纪中叶以后 心理学 心理学 以从哲学转入科学的范畴 心理学家 注重实验所验证的 色彩心理的效果 除去寒暖色系 具有明显的 心理区别以外 色彩的明度与纯度 也会引起对色彩 物理印象的错觉 一般来说 颜色的重量感 主要取决于色彩的明度 暗色给人以重的感觉 明色给人以轻的感觉 纯度与明度的变化 给人以色彩软硬的印象 如淡的亮色 使人觉得柔软 暗的纯色 则有强硬的感觉 四十一 在蓝色环境中 会有什么生理反应 四十二 脑电波对红色 是什么反应 四十三 颜色的重量感 跟什么有关 四十四到四十六题 有些人总是静静地 听别人说话 并一直面带微笑地 看着对方 其实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赞同对方的观点 微笑 通常只是掩饰其 内心最得体的方法 这类人的个性 通常是做事不露锋芒 不爱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喜怒 不形于色 谨笑甚微 即使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他们也能游刃有余 听别人说话时 有类人总习惯皱着眉头 很少发表意见 其实 这并不表示 他们反对发言者的言论 恰恰可能 是因为 他们正在仔细听对方的话 并进行深入的思考 这类人 通常具有批判精神 总试图提出 与众不同的意见 另外 还有些人皱眉头 是因为 他们对别人的发言内容 不敢苟同 四十四 关于常微笑着 听人说话的人 下面哪项正确 四十五 有批判精神的人 听人说话时 常做出什么表情 四十六 下面哪项最适合做本文的标题 四十七到五十题 大家都知道 说谎的人 会尽量避免 和别人眼神接触 你知道 怎样利用眼睛 来测谎吗 孩子说谎的时候 因为心虚 所以脸庞发红 眼神闪烁 飘忽不定 经常往下看 但是 大人说谎 就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了 说谎者 可以盯着对方的眼睛 甚至伪装出一副 坦诚无比的样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你 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谎话 那该怎么办呢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大卫·李伯曼教授发现 对大多数人来说 当人们的大脑 进入记忆搜索状态 也就是回忆 某件真实存在的事情时 眼睛会先向上 再向左转动 而如果当一个人尝试 去构建一个画面情况 也就是编造谎话时 眼球的运动恰恰相反 会先向上 再向右转动 所以 如果你想打探一个人 是否说谎 不要问他 你说的是真话吗 你吃早饭了吗 这类不需要回忆 或者非常简单的问题 因为无需回忆 即使他说了谎话 你也无从判断 这时 你可以问一些 必须要回忆 才能想起来的细节问题 比如 那天 你买衣服的路上 碰到了哪些人 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如果对方不经思考 就看着你的眼睛 马上回答 说明 他在讲述一个 已经编好的谎言 如果 他的眼睛 先向上 再向左转动 说明 他在回忆 真实的情况 如果眼睛 先向上 后向右转动 说明 他正在编造谎言 准备骗你 47 大人说谎时 与小孩 有什么不同 48 大脑进入搜索状态时 眼睛有什么表现 49 打探一个人是否说谎 应该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50 本文主要介绍了什么内容 听力考试到此结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